大家好,我是小薩 今天咱们接着整辅助植物 这次我们的对象换成了连夜 连夜、白卡、特殊系植物 种植冷却5秒 阳光消耗25 有300的血量 主要的功能是 让不是水生植物能够种植在海面上 不至于被淹死 大招效果 在连夜周围生成4个新的连夜 装满大招 释放大招后 在33范围内生成8片连夜 也是通关巨浪沙滩 第一天之后就会赠送连夜 主要出现在巨浪沙滩的众多关卡中 也是单纯的功能植物 在无尽挑战中并不算特别好用 因为涉及到植物的损耗 而小黄鸭的挂件 同样能够让植物种在水里 就比它有用多了 类似仙人掌这种植物 是无法直接种在连夜上的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吗 也不尽然 先种仙人掌 再种植物连夜 这样水来了 仙人掌也就不会被淹死了 类似的植物呢 桃头树根也是这样的 连夜很容易就被自己人干掉 比如岩浆翻石榴 爆发后留下的熔岩 就会直接烧掉连夜 还有呢还有呢 暗影夹人的大招 也会把连夜给霍霍掉 使用阶级神器的时候 如果路上没种植位置了 会给豌豆脚下自动生成连夜 让它们能种植上去 神器结束后 留下了两排连夜 之前看到把连夜种在陆地上 不会被矿工干掉 复兴滚轮也干不掉 但是姜伯的冲刺却能够干掉 植物总结 从一代到二代的功能植物 也属于一种传承了 使陆地上的植物能够 直接种植在水面上去 但因为小黄鸭的存在 导致了连夜作用的削弱 基本上快无人问津的程度 除了默认触摸的关卡 玩家也就很少主动选择了 万物借个测评 我是小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我做这种颜色的植物 希望你们下期视频不能够 从哪里置得出 四周子落实 或是中的さ 啊